哈喽 大家好 我是电视小吴 又收到粉丝发的一个车用立变器 让出个视频学习一下 这个立变器明显是拆过的 扫螺丝 然后这个也没有扣好 电源的输入端也是拆掉了的 螺丝打掉 打开看看什么情况 好了 主板已经拆下来 我们看这个位置是有维修过的 然后 还有这边 这里要让缺了一颗电阻 其他貌似没有动过 老规矩测量一下输入端 没有短路 测量输出端 正常 接上开机启动线 直接上电测试 接住电源 电流为零正常 闭口开关 没有反应 也没有电流 证明整机没工作 测量一下直流高压 肯定是没有的 测量辅电 没有工作 好的 缺断电 这个辅电不工作 前一集是不会工作的 难怪这位粉丝要去换这个芯片 我们来看一下芯片型号 有点反光 28c41 跟38c的芯片差不多 好了 我们把板子翻过来 这就是辅电部分 这个电容是被拆过的 实测一下 电容两端是没有短路的 经过跑线 现在这个辅电需要工作的 需要控制泄露的电源过来 导通这一支 c3013机管 由它去控制c300 导通 导通之后呢 这一路24伏的电源 才会加到辅电 现在是辅电前后级没有电压 证明辅电没有得电工作 这支c300它是批勾道的长线管 控制机需要得到一个低电瓶开启 现在测量它的原级电压正常 测量它的漏级 没有电压 测量控制管 c301N拼管子的极电机 是低电瓶 那证明这个管子是四控导通的 通过这个电阻把 c300三级拉为低电位导通 那为什么它还不通呢 经实测它的结石电压不稳定 在零点几幅或者一幅左右跳动 好的 下断电 万表之一二级管档 测量一下c300结石并的这支稳二级管 实测导通纸不正常 适应为746B 18伏的稳二级管 这里可能有的老铁会问为什么知道它是稳二级管 一个是看它的适应 另外一个看这里的标注 一般普通的会标D什么 这个标JD什么的 就是稳二级管 换上一支相同型号的 再次接住电源 测量结石两端电压 12伏稳稳的 测量长管轮漏机 20伏稳定 测量辅电的输出 这一组有10多伏 再看现在的电流已经升起 测量直流高压 390正常稳定 测量输出端 220伏非常稳定 好了此时我们这个无输出的故障就解决了 接下来带上一个负载测试一下 上电 没有问题啊 带载之后电压仍然为220左右正常 好了最后我们看了一个电源不工作了 我们要首先判断它的工作条件 盲目的去换芯片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后需要学习立别器维修的条件 可以看一下左下角小王车有详细的课程 感谢大家收看